对 实际上在这里面可能还存在的一个问题 就是海面巡航 日方出来对阵的是它的海上保安厅 也是所谓的执法力量或者说行政力量 但是一旦进行了空中巡航之后 按照日本国内的法律规定 它是要出动空中自卫队来进行巡航的 或者说来进行对我们的海间飞机的这样的一种干扰的 这实际上等于说通过空中巡航 把日本的军事力量调动出来了 对这样的一个情况 彭先生怎么看 我们去的海间飞机应该说打了个处处不及 他没有想到这一点 所以他在慌乱之中做了一些很不理智的反应 我们的海间飞机飞了一圈 走了 它的八架战斗机起来 这个已经有完了 而且它推出战斗机 从军事力量对付我们的海间飞机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态 而且我们走了以后 他过来以后再进行骚扰 没错 第一次他们没有拦住的时候 是在那次中国的海间飞机确实是巡航了钓鱼岛的空域 但是接下来几次 实际上他们的应该说准确来讲是干扰 干扰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实际上离钓鱼岛还有相当远的距离 从法律上讲是这样 就是他干扰我们这个海间飞机的那个区域呢 就是即便从法律上讲 这个不是争议区 对 那么不是争议区 你跑到非争议区来干扰中国的飞机 这是明显的侵略和挑衅 我们从这里大体上可以闻出一点 日本自卫队那种侵略的气息 我想我要提醒日本这些右翼政客 要看清一个事实 就是说有没有美国人给你撑腰 中国维护主权该出手一定要出手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当年在抗美援超书 毛泽东决定出志愿军出兵 为了自己的安全 那就更不在话下 所以说要是拿这个什么所谓美国人来吓唬中国人 我想这个大概是有点打错算盘了 那么现在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认为日本这次战机干扰 就是后几次干扰我们的海间的飞机的地点 是在东海大陆架化界日方 所主张的所谓中间线的上空 这样一来 这个空中巡航所征的 好像已经不仅仅是一个钓鱼岛 而是整个东海大陆架化界的问题 是不是这样 第一个我们不希望有这个影响 也不希望它侵犯我们的领空 也不希望侵犯我们的导致 这是我们不希望做的 我们也不会主动挑衅它 但是我们绝不怕它 不准备挑衅它 可能现在已经不是过去那个情况了 过去当然是忍让不要 我们还是不挑衅 我们还是反击 现在的情况是 就是我们的海间船也好 海间飞机也好 等等是主动进行的 这不像 主动是我们主张的 这不像以前民间 不像以前民间的 这个按照日本人说 你可以是说在挑事了 但是按中国人讲 我在按照依法行事 对吧 这是一个问题 刚才这个主持人提到一个问题 倒是确实值得注意 就是说日本的战机 在干扰我行政飞机 它的那个空域不是在钓鱼岛的上空 而是在这个所谓日方主张的大陆架中间线 我想呢 这个日方的意图很明显 它要宣示 这个中间线这边 这个都是它的 它要就是要跑到中间线来 来表明这个问题 那说到这个呢 我想呢 又回到刚才一个话题 就是说调动压力其中还有一个 就是调动国际法的压力 我们都知道 就是说东海大陆架的 这个边缘在哪呢 在冲绳海沟 也就是说 在钓鱼岛和冲绳岛之间 有一个深深的海沟 那么冲绳海沟是它的外延 这个是中国和韩国 要求这个划东海大陆架 这个最基本的国际法依据 包括82年海洋法公司 这最基本依据 那么日本在这块呢 它是缺乏国际法任何根据的 你要看看日本外国省的网站 你就会看到这个问题 它没有这个依据 所以呢 我们讲调动压力 其实日本在这个问题上 如果它反复到这个中间线上空来干扰的话呢 先不要说它面临中国反击的军事风险 在法律上 它在将要累计从一个搬起石头 打自己的脚的效果 就如果你要再这么做的话 那恐怕呢 日本必须承担政治风险 法律风险 当然也包括军事风险 其实在这里面就是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 或者说中国人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其实以前在东海的上空 中日之间的军机曾经发生过对峙的情形 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曾经发生过 但是现在大家都在问 在我们的海间飞机 受到日本军用飞机 日本战机骚扰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看到中国的军用飞机 你这个问题呢 大概用我们的这个海军的一次演习 大概就能回答得了 我们海军当时演习的 就是松车雕倒争端这个引起之后 那么海军演习其中的一个场景 就是我海间执法力量 受到日本军事列的挑衅和干扰 最后有我们军事的介入和支持 所以这个演习本身呢 既是一场实际的演练 同时也是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的发出 所以呢就是说 我想呢今后的这个趋势很清楚 就是说自从中日 就日本打破了这个钓鱼岛现状之后 那么这个地区呢 就形成了一个叫所谓交叉存在 就日本人也存在 我们也存在 那么我们在执我们的法 他们在执他们所谓的法 但是在这个执法过程当中 我们讲这是一种结构性碰撞 在结构性当中肯定会有 你这个执法频率越强 那么这个发生所谓擦枪走火的概率就越高 就是政府行政的非武装的力量 受到干扰的时候 武装力量一定会出来保卫 会进行干预